星道中文电台台庆月圣诞活动 时事观察集结号特别版 全球直播约定你 只限STVYouTube会员免费参加 欢迎现场提问 与美国以致全球听友互动 主港嘉宾三藩市市参事陈思敏 麦尔布雷史议员冯家辉 香港作家于飞 主持人星道日报美西版社长总编辑梁建峰 由美国华人生活到美中关系 谈天说当下,畅所欲言 日期美西4月29号时间早上8点半 即香港4月29号晚上11点半 一枝川环战千冠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集结号演场直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很多谢大家收听和收听今天的时事观察集结号 说起时事观察集结号 要和大家推介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今天月是台庆月 我们刚刚在前天在屋伦的金牡丹海鲜筹举办了我们的台庆晚会 很感谢很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Larry也有到 多谢Larry 我们今天的主港嘉宾余錦江先生 多谢Larry 高远言说嘛 多谢你 在那里我们相当高兴 还有一个事情 连些要向Larry请教他 最近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 我都要学习的 慢慢再说一些 但想在这里和大家推介一个 我们4月29号的台庆月一个活动 就是时事观察集结号的特别版 也是现场版 这次就是一个饮早茶的活动 饮早茶我们 这里的早茶和我们在香港或者广州的早茶都不一样的 我们这里早茶讲的10点钟都说早茶了 其实就一点都不早 我们这次就回避真正的早茶 我们早上8点半钟就会在这个Milby的滋味圈那里 就一个饮早茶 谈事事 谈社会事 新边事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边饮茶 大家也可以自由的发言 我们这次是以听众 观众 现场观众为主的 希望大家有个活动 我们请来的嘉宾就是三藩市市三市 陈思敏 和Milby市市议员冯家辉先生两位 再加上线上我们也连线 就是余飞香港作家余飞小姐 和我们一起做这个节目的 在线上也都是升电视 就是YouTube的会员 也都可以在会员专区那里 上线和我们互动的 很隆重的推介给大家 希望是一个我们全球集结号的大串年 这边我们喝喝早茶也都准备了很漂亮的早茶的菜单 给大家的 我自己也都会带一些我自己的家里 不敢说是珍藏 私藏的一些美好的茶 和大家分享 好 回归正传了 我们今天的嘉宾 Larry 余錦江先生 大家都熟悉他了 人气也都在我们这里不断飙升 因为他说的事都是我们关心的 今次Larry定了一个题目就是说 觉醒的时代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同呢 那我们大同呢 就是中国传统的瑜伽思想 我们孙生先生也都是 鼓昌这个所谓的大同 世界是不是真的能够和平呢 我们整年底的时候 一到新年就说祈求世界和平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希望呢 Larry先和他说一说 你今天想了这个题目 是究竟那个原因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我那天呢 在这儿开电视就看到我们 一个华裔的青年人 就是那个周秀之 TikTok 那个CEO 我看过 五个钟后我没有看过 很诚实 我看了开头一个多钟后 我就关机了 当时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这场公审 以前我有印象见过的 就是中国文革那时候 那些人拉出去審也是这样的 有他说就无理说 这位哥哥 我说一下 我们的广东话说得适合 青靓白正 思思文文 整个 最优秀的受害人 你骂他 你问我什么 TikTok当然要上WiFi 没有WiFi 没有WiFi就看不到TikTok 那些问题本身 我们最专属的 很大的创伤 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 很仰慕美国 所以我就来到了美国 美国是我们的宗教式 不止是 那时是宗教式的 崇拜 上月球 做所有的东西 那时我就误会了 他就说 Human Rights 人类人人平等 原来他漏了 他人类人人平等 在美国里面的人人平等 美国以外 就要分等级 我那时就解释了 我们美国人的正式的价值观 就是 全世界来服务我们这3亿人 我们总统曾经说过的 中国人不能够生活 像美国人那样 那世界会毁灭的 如果你个个驾车 那那些污染 你个个吃得那么好 吃牛肉 这个世界就 不够肉吃的 那我就明白了 那我那时解释了给大家 我们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你聪明就在这个国家里一直都这样 你 存钱也好 读书也好 你移民了来美国 就可以享受我们这些上等人 不过入了美国你还要砌 我们入了美国不是自动 我们华人都知道 最近大家感觉到很抑郁了 为什么呢 第一 外出我们就怕被人在后面挖 你不要周围走 这些地方 我刚刚看完报纸 那些华人被人打了之后 他报道也不说那是华人来的 为什么很怪的 有个人 被人打死了 OK 有个人被人抢劫了 刚刚有个 婦人 你找了很多东西 当然那些是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我们就 自动成为这个 间接受 你会觉得很抑郁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又看到一些很怪的东西 经过这么多年不断的打压 我们美国打压 这个华为 以前我都很想在美国买一部华为机 因为 看完那些评论是好的 原来是不准买的 无一间电话公司能够 跟他接线 买了电话是没有电话公司的 那怎么买 然后我们按了5G 有多少年了 按了5G是多少年了 4年 3、4年 对 我们美国还没有5G 我们按了我们自己出来 有个字有的 手机写着5G 但是你不觉得有分别 原来那个是5G ready 就来了 然后突然间公审TikTok 那天我们才知道 原来美国四大软件 都是大陆来的 由于大陆来就有个原罪了 大家都猜不到 大陆以前一直不出名的软件 我们的感觉上很老土 大家听到 是吧 由于我们香港出生 现在说到大陆就是老土 是吧 但是为什么不是啊 有多少年轻朋友 有多少年轻朋友 每个人都是TikTok的 坐在那里没有东西就是数 是吧 我自己也看了半个小时 看完之后 睡得好一点 好像心理治疗 不知道 你看完之后 心情是畅快的 在Facebook未必 他推了很多卖东西给你的 Facebook 有很多流东西 说真的 我又不知道为何美国 天天有很多诈骗 很多电话 他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又问 你好嘛 上次见了你 你又不回我电话 是吧 我希望大家 撥开这些东西 我觉醒时代 有几样东西 在这里不断地打压 我不知道 我不是赞大陆 他就对不对 中国大陆真的很怪的 近年 虽然我们妖魔化他 但是他就好像一个 很懂事的好学生 低头说你打他也好 你骂他 吹口水也好 他坐那张桌子 倒点 尿 弄得骚髒的黑 是不是 他也不是他瘦了他 回来又读书 我们不准他考第一 我们烧了一本书 他就好像 孔廉洋来密作 他有纲体 他念那些 就是他密密地做 但是他过了这几年 今年 很特别了 今年有一位先生叫秦光 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 我很记得他说了一句话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的时代过去了 我们不会容许这样的 OK 但是我们不会用战争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是李强 对吗 中国很帮忙 那个时候李克强 为什么用简单这两个字 李强 李强总理就出来说 对不对 那我就让我说几件事 第几个很快的 第一我问 美国一直印钱 我们当时也问过 好像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最大的发明 就是印钱 什么时候会爆煲呢 第二 印了钱之后 会不会有通货膨胀呢 我们当时觉得没有 印了几年 完全没有通货膨胀 第三 暖恶不通 莫须有罪名 日日 立体清单 我们现在发觉原来 我们美国的立体清单 中国的那些公司 就是我找到 中国的一流公司 我立刻买它的东西 因为 它没有了五上下 也不会被美国制裁的 那些公司是最好 就是全中国最擅长的公司 你看看 就是它的科技 各方面 真的好东西 还有另外一样 美国的霸权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以前我也以为 我们美国人 起码跟白总人 欧洲人那边 会对好一些 他不会割欧洲 这次不是 他生吞了 欧洲 薩斯米 欧洲法国薩斯米 英国薩斯米 生吞了 热吞了 那些人不敢出声 你看看德国 尤其是德国 德国的管道被人炸了 还吞吞到什么 你住在20楼 你那个天然气管被人炸了 水管被人割了 电标被人 没电 是不是 你也不敢 撒一声 这些是奇迹 以前德国人很威力 很凶的 是不是 一次的世界大战 两次的世界大战 都会把他打你 是不是 我们真的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世界会这样 直到 直到今年 今年 最特别的第一次 习近平竟然 不自量力提出20点 俄罗斯乌克兰停战 12点 就是说出那些条件 有人就说 你说什么 是不是这样 关你什么事 打你又不敢打 是不是 俄罗斯乌克兰停战 说打就打 对不对 我们美国有多厉害 说给坦克就给坦克 说给飞机就飞机 说炸你 天然气管就炸你 动手的 你动口 OK 谁知道那两个星期 突然之间 搞出来 世界 惊恐 2000年 迅尼派和十叶派 中东 两个仇家 握手言和 伊朗和沙迪拉伯 大家不要看听这件事 我们美国 曾经在那里打了这么多年 在那里打 打三打死都做不到这件事 做不到这件事 大家不要怪我 有时候我说我们美国 因为我们真的是 两个国籍 美国是最 我们生活了几十年 有美国人有中国人 我很清楚 我是两个国籍 但是你要了解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几多万亿 杀了几多人 中东 真是杀了很多人 到底为什么我们搞到什么 也门 利比亚 敘利亚 埃及 你说得出那些 都文不聊生 还有一些 流离失所 大家如果去到中东 真的要看看 尤其好像 巴勒斯坦人 如果你们喜欢 教会的朝圣 以色列 那些 耶路撒冷的那些 麻烦你们看一下 巴勒斯坦 看看是否人住的地方 到今时今日 还有一个世界 是这样的 那些人 人都穿着人质汤 穿着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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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有T恤 有球鞋 到处走 但是很惨的 但是现在开始和解了 整个中东开始和解 这件事 我就说了 极醒时代 还有 我说给大家 全世界分了两批 一个叫南极 一个叫北极 北极就是高级人 我们美国 欧洲 日本也算的 都加在那10亿人 美国有3亿人 欧洲有6亿人 然后那些 欧洲加拿大 全世界还有70亿人 全世界还有70亿人 OK 印度和大陆 就变了30亿人 接着加上非洲 拉丁美洲 通南 金融 世界大同是怎样的 中国人是很奇怪的 我有时候解释给那些 鬼佬哥哥 他都不明白 为什么 我们真的有这种 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不会说得那么漂亮 什么人权 个个有人权 但是我们说 人人可以一起吃饱饭的 人人有工做的 人人有屋的 这个是和和平平的 都不用管皇帝是谁 住在山里面 日出而作日入而识 世界大同 这种说法很奇怪 原来我们的古书也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人人 但是这个人人 就很厉害了 80亿人 个个有得吃 是不是 在过去20年 出了一个原因是怎样的呢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的生产大国 然后他在这个疫情里会证明 我一个国家 我包了你的口罩 是这样 我包了你的生活日常的 需要用品 现在我们用的电脑 我和你们在谈的视频 九成都是大陆做的 你从家工作 在家里办公 在家里办公的东西 大家不过来 多争论中国大陆也好 你数一下 电脑用手摸到的东西 九成都是他做的 对不对 他能够令到这样 好了 最近他和俄罗斯 加入了生产 搞定了能源和食物 那我就觉得 突然之间 这70亿人 和和平平 现在不说打杀杀 是有个机会的 最后 我就给大家看看 大陆现在很怪的 他用的方法叫做 吸星大法 他碰到哪个 大家一起就像那些气功 一起用气功 去打的 我们美国现在用的 叫七双拳 我砌到你受伤 我又受伤 大家有这个好形象化 去记住这种东西 一会儿我便说到你 好 小小的 好 我们一会儿先 星岛中文电台台 台庆月 盛大活动 时事观察 集结号特别版 全球直播 约定你 只限STV YouTube会员免费参加 欢迎现场提问 与美国以至全球听友互动 主港嘉宾 三藩市市参市 陈思敏 密尔伯雷市议员 冯家辉 香港作家 余飞 主持人 星到日报美西版社长 总编辑 梁建峰 由美国华人生活到美中关系 谈天说当下 暢所欲言 日期美西4月29号 时间早上8点半 即香港4月29号 晚上11点半 星电视 社会公器 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 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 STV 属于大家的平台 一枝川环战 千冠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 集结号 现场直播 我们回来 第二节的时事观察 集结号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每个月都上来一次的 余錦光先生 他今天的题目 就是国省的时代 世界可不可以大同 你知道过去 自战后以来 一直都是 美国主导 这个世界 似乎我们都很习惯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咦 黏着美国不行 连法国总统 去完 中国访问之后 和习近平 喝完茶 在广州 都不算很早 都是喝早茶 日后 回来说 我们不能够 这么依赖美国 究竟现在这个世界 会怎么 怎么进行 究竟你说 这个觉醒会是怎么样 Larry 好 以前 在我年轻的年轻时代 真的是 我们很简单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唯一的解决方法 就是美国式 那时候 汽车 轮船 火箭 欧洲就复兴了 日本那时候就领头仰 我原来也学过日文 中国生生胜胜 香港生生胜胜 跟车尾也好 那时候香港也很厉害了 四小龙 是吧 大家都这么看 但是真的有生以来 没想过 中国又会发展得这么快 但是发展到现在 现在在美国不是导后镜 以前还在导后镜 现在在旁边 你跑步 中国在美国的旁边 嘻嘻 他就说 你是噴到我 噴到我的脖子 是吧 他开始就鬆爭了 又打了 我们很担心 我说我双国籍 双国籍 你们两个不要打架才有用 如果你们两个打架 我去哪一边 两边都可能入集中营 在这里入美国集中营 回大陆就变成美国间谍 是不是很惨啊 但是 再反过来 最近很难 当 美国不断 挑衅 在台湾问题 做到最肉酸的事 所有的事都做了 这次我真是欣赏中国大陆 是很冷静 一步一步 但是他集中之后 他都不理台湾了 他理向全世界下 全世界下 完整一条路 一切以生产力为中心 习近平一上来就说一带一路 那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都是傻的 说一些最老土的事 起路 对不对 我们已经上火之宴了 起路 原来不是的 全世界的六拳 你看一张地图 大家鼓励你 打一张地图 原来全世界的六拳 最大的那个州 是欧洲和亚洲 都黏着的 我小时候读过书的 海洋围住的才叫做州 为什么 围住了这么大的东西 西伯利亚 整个亚洲和欧洲 你想想 为什么叫做两个州呢 有没有想过 应该分开才对 人家人是欧洲的 那也不同 人家的人种高尚 你不要黏着你 是不是 起码拉薯 砍开你 对吧 他不太想过 那时候是你过来买丝绸 是你走到四四下 不是我 送你丝绸过去 是不是 丝路 原来真是的 世界有一件事是未解决的 就是六拳的路要通 对不对 整个西伯利亚 北边的那些很冷的 像加拿大 你不要识认为加拿大很大 全个加拿大就是 黏着美国的几个城市 再向北那些 我有一次坐过那些车 真的杀了我一个月之后 都没有人知道 根本就没有人 你上到去 跟着那个 Rocky Mountain 那个 六几三个蜜蜜 很厉害的 六拳现在就改变了全世界 还有一件事 他证明到 原来你生产 和真是可以全世界都有机会 这次 哪有 大家这次疫情过了 我都回大陆玩了 你回去看看 试试坐他们的车 原来中国大陆变成了汽车大国 而且那些车比我们的车 你一坐进去 你发觉他的车里面是很豪华的 但是那些豪华车 可能是20万人民币搞定的 那些车比赛 又有明幕 那些屏幕 所有椅子都是电动椅子 甚至是有天窗 你见到那些大队的车 总之你回去一定会试 在香港你又坐小地铁上去试车 包你 我没骗你的 是另一种感受 那些车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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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幻想一下你是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 你是东南亚的领导人 以前你就是 日本人多厉害 脱亚入欧 日本人是欧洲人 是美国人 不知为什么日本人 搞来搞来英文不行 你说他很勉强 但是他觉得自己是 是吧 但是我认识的日本朋友 很弊异的心情 糟了我们这么辛苦 叫做入赌赤 是吧 现在突然想去 他想参加金砖大国 是吧 想脱欧入亚 又回来了 是吧 再回头也不认理 现在很难 因为有些日本朋友最近心情不好 为什么 他们唯一现在的指望就是跟泰国争取 成为亚洲第一旅游大国 日本现在的经济搞到这样 他说我们现在唯一跟泰国争了 旅游业大国 最近他又有发神经的事情 他那些什么AV年齡 我说出来很糟糕的 把女生可以拍AV 由18岁 21岁减到18岁 香港和女同有性行为 13岁要拘捕 日本13岁不拘捕 一个13岁就可以了 他们现在追求的事情和我们了解的不同 所以不要说 是我们不理解 所以不要批评 但是 他有的难处 但是 如果你们一分钟 你是东南亚 你是拉丁美洲 你是 非洲 以及你是 东欧国家 就是匈牙尼亚 那些 你们肯定 我不要说什么 一人一票 为什么每一个国家有一个人票的那些 投票的那些都是乱零的 你看以色列 法国 德国 英国 我们香港人现在就亲身体验到 英国人的人权和选举法 天天都要罢工 轮着你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来看 昨天出了 我在大陆的朋友 Larry 我在广州 我为什么要吃了新鲜榴莲 我说 泰国 现在看到老窩的铁路通了 泰国立即接了铁路 老窩 就把泰国的榴莲 做了五车 第一车 第一车 就运进去老窩 老窩就上湾云南 云南就过来广州 五天就到了 我们新鲜榴莲 我说 我在香港坐车 游整个东南亚 他直接说 这个不是梦 最多三年 坐火车 在中国 去 东南亚 玩完云南 先下去玩东南亚 十个 哇 说一下我也很兴奋 是不是 你 这样也可以 是不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整个东南亚 对不对 最近 安南 马来西亚 那个 想来 看到习近平 不好意思 我们 忘了怎么做 如果 我们要搞一条 下去新加坡 对不对 为什么 搞这些高铁 你一定找大陆 为什么 日本有一个好处 说了给你听 十年之后都不开工 中国 说了千万约 三年五年就搞定了 是吧 印度来西亚 通了 说了都说不及了 很快 很快 他们开始 一带一路 真的通了 现在非洲的人 如果你有认识非洲的人 很多非洲的朋友 就说 现在他们的孩子是学中文的 在TikTok里面看到 非洲有人唱歌 唱中文歌 比我们更棒 别人说 国语会卷你 我卷不了你 那些果鱼 我经常都问 我一说果鱼 你听得懂吗 我在美国学的 国语 看电影 所以 梁总理 你很棒 我收听你的国语节目 那些是港味 那些叫港味 港东味的国语 我年轻的时候 就收到一个很好的 中谷 他说 为什么要戒掉 港国音 他说不好 我们讲国语 很喜欢你 有香港音 是很有男性魅力的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多谢你安慰 但是全世界突然之间有一个叫做中国模式 我觉得中国不要再遮掩 真的要说出来 我们不用去到最高的芯片 我们普通的芯片都做了很多东西 最重要是对人类有好处 我们有世界大同 哪个英文呢 那些 真是整个字出来 人家的电影 那么流行 我整个世界大通 每个都知道什么叫大通 大通 不是说电影 起码跟电影 差不多 我们低级一点 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屋住 人人有工作 人人有TikTok 那就可以了 是吗 我们低级一点 我们不会说什么 人生出了自由平等 新鲜的空气 有梦想 但是那些人人有的东西 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现在世界根本是做得到的 人类有些能力 养活80亿人 现在人人 基本上有这些东西 你开不开心 另一件事 这是基本汇套 对不对 人人有WiFi应该 人人有手机 人人有TikTok 对不对 你让他上去说一下 什么国家利益 我们地球利益也不行 每次国家利益 好吗 没有National Interest 是吗 Panet Earth Interest 是啊 你刚才说这件事 是现在发展着的 但是同样 我也想听听你说 现在世界 可以这么说 都是美国主导了 几十年来 这就是美国最担忧的 就是他 觉得这个世界失控 突然间 不是 美国议员 荒谬到说 连巴西和中国使用自己本国的货币 他觉得是 大言不道的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 巴西和中国怎么可以用自己的货币 不行的 我们明天还怎么制裁他们 就是 美国会做很多动作 虽然 中国现在推的就是一种世界和平的模式 但是美国不是 美国是战争模式来的 长期都是 所以有个好处 有个好处了 这次我们在台湾就知道 他也说了 中国说我没有什么红蝎的东西 不如有一条 你不要教台湾这些东西 OK 一搞就一定有报应的 为什么他是这样做 蔡英文其实也很低调的 这些真可憐 他回来最后才见一见 在这间 很高兴的酒店 见一见他握手 接着就在里面拍两个 你们准备为国捐驱 OK 我们送一支AK47给你 怪我AK47不是美国做的 是俄罗斯的 他叫他一来一支AK47 那个议员也是傻傻的 奥乃亚人 真是傻的 但是 这些这么低级的 有时候我也说了 对不起 我在美国见了很多聪明人 这么低级的人也见了很多 这些真是很低级的 什么都不懂的 乱说不通 那么 但是 他们有一个议员 所有议员去到台湾 受他们招待 我不敢说他们有没有收钱 OK 我从早上吃早餐到夜晚的生活 都有人安排 怎样的 怎样的 就像蔡英文 看到那些二十几个议员 连夜晚都没得吃 是夜晚的 有啊 很晚的 坐在一起 吃 在同宿馆那里 好像有 同宿馆那里 不是那是纽约 不是那是纽约 是纽约 回到罗省 人家是纽约的 人家是纽约的 OK OK 喂 就是没有礼貌了 是不是 我都说了 地区领导人 或者总统 什么都好 OK 但是 每一次 很简单 这次 中国大陆做了一件 都很 清楚的军事行动 他就说 以前你船没防 台湾岛的西边 现在我们 就在东边 弄一只航母舰 叫做山东南 实弹打击 这次是什么呢 就是 mark了台湾那些 这次你要跟他那些东西 就是演习 就mark了台湾那些水电煤 电台 WiFi 行政楼 这次如果你有份 在那个名单之中的 那你也是重要的 他们这次就 mark了台湾演习一次 那些飞机呀 还有一个好像美国都配合 就派了 叫什么 尼米之号 是尼米之号 在关岛前 大家是很夹的 OK 我不是军事专家 但是基本知识就是这样 一对航空船 他的射程打击环维 500到1000 公里之内 公里之内 OK 500呢 如果两对航空船 不可以大家500 就像你打那些草蜂 打那些虎炮 放出来 太近了 他们两个一定会打架的 起码都要隔一千 OK 接着他们就隔了 大概600多 海里 OK 当他们一开始之后 尼米之之后也开始走 在那边 当时很兴奋 以为尼米之来救他 尼米之就看着 然后就走了 你知不知道我看了这些新闻 我以为我看错 我从重复复复看三四次 就是说因为 解放军宣布军演 我看英文的报道 就说 解放军 派航空母船 去台湾 另一个新闻就说 美国航空母船离开 我说怎样离开 我以为我自己看错 他真是 他真是离开 他真是走 为什么 你不走 就被解放军当 模仪攻击 为什么 因为他的演习 如果大家 打开地图 台湾东边 放一队 一队的航空母船 很逼的 没什么能够合起来 那一队就已经搞定了 对不对 大陆有三队 在第四队 美国有十一队 但是我们在这边搞了一队 有一队叫尼米茲 还有一队在日本的港区里 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 大家要理解一下 我们不要说 谁好打的那些 垃圾没用的 现在这些不是合胸心的时间 实际问题就是 美国和中国 现在就因为没有了军事热线 没有军事热线 很危险的 因为大家两边 派那么多东西出去 如果 那些年轻人都不生性 每个月就放光 他按初键就会打 那些 是可以打的 那些人 那些人就会打的 那些人 所以美国现在 和中国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了 完全不能够 完全不能够 那么迫 OK 大家看到他们两个 真的很小心 大老子 我来 这几天 麻烦你借名 是不是 他不是说的 他一来 几十架飞机 几十架战舰 下面就潜水艇 什么都有的 你刚才说的 他也有的 他 就是 说句不要听 警察做事 各位借名 是不是 他就借名了 他也很乖 美国的借名是怎样的呢 那天你看到新闻了 美国的白工发言出来 我们希望 中国克制 OK 蔡英文的访问是很低调的 原来美国这边 你说他在图书馆的演讲 见到麦卡锡 美国的报纸是没有出的 我们回去大家查一下 我们美国很低调的 OK 我想拜登跟他说 不关我的事 那个共和党 共和党人是傻的 我叫他们不要 然后看完之后 连麦卡锡现在都很小心我说话 他希望来大陆访问 他为什么不是说 我什么时候去台湾 去台湾 那句没了 他还说说他不会去台湾 他说了他不会去台湾 希望他 去中国大陆和习近平见面 因为仍然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是的 我再说说 大家关心银行的事情 最近我上次跟你说了 我查了个数据 上个月 我们银行损失了传款5000亿 就是由银行损转转去市场 Money Market Fund 市场 这个基金 这个Money Market Fund 为什么这么吸引呢 他有4厘左右 给你 这么多 有4厘呀 因为我来读给大家 今天早上 一个月的TBIO是4.283 3个月竟然有5.055 你为什么生日有5% 他有3个月 30年是3.62 我试试试试试 你会放在30年还是3个月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亚洲来的 我们懂得数码的 5是比3个大 30年和3个月 最近出了SVB Bank 这件事之后 大家对Money Market Fund 市场现金基金 市场货币基金 正式名字 市场货币基金 我要提醒一下 市场货币基金 是不受保护的 不受25万保护的 你放现金就是 市场货币基金就当你像买基金 那样 历史上市场货币基金 也比较差 也比较差 他一个月是1元 最差的是0.97 跌了3% 为什么 如果他没有乱作怪 正式下我们的专业互做 你只能够买短期债券 但问题是 5千亿是如何解释一下 就是从银行的体系 拔走了出来 因为银行家不会借钱出去的 你两个月就回收 对不对 他只能赚差价 我买了5% 3个月 然后我给你4厘米 我执一厘米 你明白吗 这是用银行家的看法 我说就算了 因为最近很多人问这件事 现在问题是 令到 全世界的钱 变了热钱 每个人都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又回来拿回 又看哪家高息 又传到那里 周围传到那些 类似一世人堂 一世人堂没什么大客 你试试 譬如华美 郭泰银行 当时的那些 我们中国人银行 很多这些 OK 如果他那些大客人 拿着 千人二千万的那些 很大件事 立刻要打电话 叫我 总理 我说一说 我们所有华人 无论你自己的政治立场 什么都好 大家一定要知道 同样 我们要 鼓励 全世界 看到鬼佬就解释了什么 叫大同 我上个星期打球 遇到一个 基金经理 他就是 第一个投资 拜都的 美国基金经理 Attack 跟他打球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 犹太人 我问他 喂 我们现在中国人 好像犹太人 被迫害 感觉很快就来了 你怎么处理自己的 他就说 哎呀 你倒下头做人 接着他就说 我代表美国向你们 道歉 我不用 我都是美国人 你都是美国人 当然你交税多些 你买了拜都 但是 他都这么痛心说 他都想不到 你变了这样 所以他说 美国是有些清醒人 我们不是那么邪恶 我们只是不知 选了做议员 就有 DNA变了 OK 你不选入白宫 你没事的 我这些正常人 你那些人是很好的人 好了 希望大家 就是这样 我这些人 希望不是 发神经 世界大同是可能的 好 这个也是 放向我们 很多人面前的选择 战争与和平 多谢Larry 希望下个月 你带来更精彩的 节目内容 多谢你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 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